临近的街道上传来警车鸣笛的声音 显得格外似耳 警非两车巷弄追逐 嫌犯钻车缝 结果一头撞上灯杆 黑色轿车失控自撞 卡在安全岛上 撞击力道之大 车头立刻冒出浓浓白烟 一旁路数也被撞断 远景随即上前包围轿车 远景大声喝斥 要求驾驶下车 没想到驾驶方向盘一打还想跑 远景立刻鸣枪嚇阻 眼看再也跑不了 男子束手就擒 犹如电影般的场景 发生在14号上午桃园市归山区 远景巡逻时 发现灵性男子驾驶行机可疑 随后鸣笛示意停车受检 没想到灵性男子拒检后 加速逃逸 最后车辆失控自撞 车上另外两名乘客 也一并被逮捕 汽车是偷来的 就连车牌也是用偷的 巡逻远景眼尖顺利破获 这起窃车案 闯祸的灵性少年 被一枪吓得懂都不敢动 大马路上危险狂飙 幸好没有伤疾无辜 3D新闻时名请蔡佑贤 桃园采访报导